国安局特勤中心少将谢静华 今年2月初街头最吻马尾女 谢静华当时接受调查 强调是民间友人 如今身份曝光 传出是歪姓已婚 高阶军官 让他们完成的完成任务 歪姓女上校曾登上媒体 传出丈夫是市馆长 两人育有一子 熟悉军中升迁管道的前军方人士 也指出歪姓女上校 获受重用 但是后传出 他不只拒绝国安局约谈 还用假名出具声明书 不只以老师称呼谢静华 还说是遭起哄献吻 老师为了不让大家起哄 才协调两人配合演出 自己无不舒服或受迫 署名处更把自己的姓 改成读音相同的由 传出出事后还剪掉马尾 换发型 但检视画面 女方明明被谢静华掐住脖子 表情也极度抗拒 似乎跟声明不符 被质疑难不成是被施压 才写这封声明 我们也同样没有包庇 假如说有被 整个欺负的话 那我们当然帮它发生 但到目前为止 一些运作再算正常 我跟我们男性机关讲 不要避免两境平权的问题 要出问题的话 不要自认为自己无弹 对于外界质疑 国安局发声明强调没包庇 并将谢静华 两大过处分 列为优贤太除名单 但爆料人质疑 国安局第一时间 选在周六假期发布惩处 动机耐人寻味 谢静华第一时间没吐时 事后又被曝内幕重重 对军方跟国安特勤形象 无疑又是一大打击 三连新闻 黄城邦乱军一小组 台北报道